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一个封闭式小区的 这区很高档 就在能源走廊 也就是修一段10号公路的旁边 看这样有密码门键 所以我们要进去咯 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T区 10号能源走廊这条路旁边的一个封闭式小区的 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社区的房子 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呢 因为这个房子也是个auction的房子 它是一个法拍房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状况 非常非常好的法拍房 所以它的法拍价格 离它的实际的卖价的相差 可能就稍微少一点 因为这个房子不需要你任何的翻修 任何的修理 它就跟一个正常卖的房子一模一样 并且这个房子非常的漂亮 那所以说 它这个房 这个小区我为什么来介绍 是因为它周边邻居有很多房 都非常贵 八十几万一百多万都有 而它是67万多的一个起价法拍 所以最近这些 在大概年底的这个时候嘛 就会出来这种 比较可以简陋的好房子 所以我就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特别好的房子 这个房子学区非常的棒 位置也很棒 离亚洲城就10分钟 离KT meal也就是5分钟的样子 也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然后离市中心也就是半个多小时 所以这边的这个位置是很棒的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在同样的位置 如果建一套这样的新房子的话 那也一定会在七八十万的这个 这个这个价位 因为这个小区的档次和这个房子 当然是成正比的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你看它的外观本来就很好看 跟小炮楼一样 然后它门口的这个 弄得也非常的漂亮 我带大家过来看一下 因为它光这个门口做啊 就肯定要花了好几万美金 做这个门口 一般我们看只有样板 今天可以做到这么漂亮的门口 看我后面这些 门口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那今天我也是在等客户 跟我一起过来看房子 我早来了几分钟 先把这个房子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客户 他也不一定就非常喜欢这个房子嘛 因为房子当然是这样的 就是有人喜欢 有人就不喜欢了 对吧 所以我不确定 我的客户会不会叫夏南这套房子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觉得这房子很棒很棒很棒的 我们先进去看房子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很亮点的门口 它现在门口做的多漂亮 光这个门口花园 就要花了几万美金 这个门口花园真的是做的比 就是比那个 亚本间的门口花园做的还好看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门口花园 好了 我们现在进房子里面了 哇 这个装修真的是花了很多钱的 先看调高的大宝旋转楼梯 墙都是新涂的 跟新的一模一样 新刷了墙 新装修的石木百叶窗 在这边 墙的颜色也非常漂亮 并且这个房子还做了这么高的一个包边 这个高的包边是要加几千美金去做的 楼梯 楼梯全都是石木的地板 然后楼梯边贴砖 真的跟样板间一样精致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 哇 全部石木包边的一个书房 看书房的挑高 档次非常高的装修 并且书房的也是一个石木百叶窗 而且根据书房这个复古的这个样子做成了灰色 要制个棕色 这就是我不被光的情况下拍的这个亮度 真的是太精致了 我们往里走 往里走之后右手边这边 这是主卧 我们先不过来看 先过来看客厅 往里走过来就是大客厅了 哇 好漂亮 这个高调厅 看这个灯 光这个灯就要几千美金才能买得到 很高端的灯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壁炉 壁炉也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壁炉 这种壁炉也是要花钱的 条纹是壁炉 石木百叶窗就不用再多说了 哇 这个房子里面的装修太好了 我现在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我们现在再活过头来看一下厨房 厨房更不用说了 看厨房的挑高啊 一般我们看到房子的厨房的挑高 都是正常的挑高 而这个厨房是加高的挑高 看到厨房的这个厨具 厨具下面的小细节都做了 这些小细节都做了花纹 然后大理石台面 是非常贵的这种大理石台面 石木的所有的厨具 全是石木的 很贵的这种大的炉头 光这个炉头就要8000多美金 然后加装的非常漂亮的装饰性的 大筹炎鸡 并且就连这些背景花 都是做的很好的家装 然后再来看另外一个特点 微波炉烤箱什么呢 你不说了 就看这个大乡嵌式冰箱吧 大乡嵌式冰箱 光这个冰箱就一万多 好 家装太多了 这个房子 打开这个门是一个这样的储藏间 储藏食品的 哇好大 好大一个储藏食品的储藏间 我就不开灯了 并且储藏食品的储藏间的门 都是石木门 一般房子里面的门都不是石木门 但这个都是石木门 这个太讲究了 好了我现在走到了 这个位置是厨房的背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 哇他连这都做了石木的柜子 这些石木的柜子是镶嵌在里面的 所以是不会搬走的 然后这边这个门就是去通知车库的门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 看一下就有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这个门 可以直接通出去到院子里面 所以你如果在院子里面有碗 有些衣服要洗的话 直接扔进来就可以了 洗衣房里做了两个厨子 并且带着两个石木的厨子 然后那个大理石也是非常好的大理石 然后这边还做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大厨子 是来搓洗衣服用的 这家装解释太多了 而且洗衣房的调高 是高调的调高 这房子 这家装简直是太多了 然后洗衣房旁边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是阶梯式的放映厅 看两个台阶下来的 这样的阶梯式放映厅 就连放映厅都做了装修 然后就连放映厅的灯 都是这种水晶灯 哇 这个主人在这房子上花了老钱呢 放映厅背景投影下面的柜子都是加装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就连看样板间都没有加装这样的柜子 太漂亮了 这个房子 好 然后呢 从这个放映厅这边出来呢 是有一个门 这个门出来之后是车库的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拍前面没有拍到 这个车库是三车库 这边是两车库 然后 哦 我知道了 他现在把一个车库加装成放映厅了 我现在明白了 本身这个房子是三车库的 这是一二 这是三 但是主人把这个车库直接封起来 坐了放映厅了 哦 是这样的加装 所以呢 这个房子门口的drive位就很长 看到 看到现在停了一个福特的小车 但是就可以看到到他 有个参照物对比 就知道他这边这个drive位有多长了 好了 我们现在先进房子 去房子另外一头看一下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房子的主卧 我们现在去主卧看看 哦 主卧之前 我又发现了 一个我刚才没有说到的地方 这里 酒窖和 瓶酒的一个台子 看他这边做了一个酒窖 酒窖不是很温的 这是个 是个透萌的 可以戳进去 然后里面有好多酒 然后旁边呢 有一个这样的台子 下面有酒柜 上面可以放很多酒的这种台子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是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卫生间 好了 从这边出来 我们就要去主卧看看 房子的主 现在我们就进到主卧了 右手边 是主卧的洗手间 这房子比药板间还简直 比药板间生机还多 真的太漂亮 太漂亮 比我们家漂亮 我们家我生机了那么多东西 感觉都没有人家漂亮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连洗手间的这些门都是使用的 搜索马桶 马桶这边还加了一个窗户 并且还加了石木百叶窗 主人太精致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淋浴间 淋浴间的喷头是双喷的形式 再往这边走是两个洗手台 中间有一个女士化妆的台子 然后大理石是非常高级的大理石 旁边加装了柜子 这是另外一个洗手台 按摩浴缸 按摩浴缸旁边还有音响 太精致了吧 然后回过来看就是一个 衣橱 男士衣帽间 家长的男士衣帽间 衣帽间也加窗户了 那边也有窗户 另外一边打开 女士衣帽间 这个女士衣帽间没有窗户 但是男士衣帽间和女士衣帽间 全部都是挑高的衣帽间 好 现在让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到她主卧的位置了 看她主卧有多高 多高 哇 漂亮 而且她的主卧有一个大的双开门 直接可以通到院子里去 然后这个院子里外面还有一个漂亮的室外厨房 待会我们再进去看 我们先看一下主卧 主卧就是这样的 好了 现在让我们趁二楼看一下 好 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到了二楼了 二楼有两边 左边 右边 我们先从右边开始看起 你看右边它是这样子 很美的一个弧形 我们先从右边开始看起 一个 这边是一个卧室 然后往里走 就有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跟我们大多数看的很多房子 都是差不多的 共用洗手间 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好了 这就是右边的一个情形 再往这边走 还有一个卧室 哇 这是女生的卧室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卧室很亮堂 因为它穿上的脚多嘛 然后呢 女生的卧室也是跟别人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就一个马桶 然后有洗手台 这边是淋浴间 过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我已经到了左边卧室了 刚才在那边 从那边过去了 这样转了一圈之后 到了现在左边 然后左边再过来 这边是一个工作台 或者是孩子写作业的地方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条高很高 并且这个卧室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陷阱区的这样的卧室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台间啊 下面有几层台间 然后走下去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我到另外一面 然后呢 我到另外一面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 GAMLON 然后我主要又把一个阳台的部分 加成了它 健身的地方 再转过来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这就是一个楼上的构造 通常一个别墅吧 楼上的构造和楼下的构造 呃 墙墙还挺大的 楼上的构造会要简单一些 现在我们去它的院子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一下 院子 这就是早餐厅 早餐厅它也做得很好 都是十木百个窗 就我们这儿就是十木百个窗 这个门好重 现在我们就来到它漂亮的院子了 院子全部做了樱花 做了漂亮的泳池 哇 这个房子好美哦 哇 好美啊 走一圈给大家看看 平常散步 围着自己的院子散步就可以了 不需要出去散步了 院子都做得这么漂亮 看这边 我给大家看一个很有心意的地方 您看它的这个泳池的工具 都放在这里边了 一般泳池的工具都是裸露在外面的 但是你看它做了一个墙 并且墙的这个贴砖 做得很协调 把它给藏起来了 这样就感觉整个院子都很漂亮 看不到就是泳池的这个机器 然后呢 这边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派对 两个很好看的风扇 一个大壁炉 还有一个室外的厨房 做了一个吧台 哇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了 它虽然是一个拍卖的性质 但是这个房子里面的状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然后它的价值也远远超于了679000美金的价值 所以它以这个价格开始起拍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价格附近可能就能成交 不过拍卖就是这样 就是说在679000美金这个价格是一个底价 只能往上高 不能再往下低 往下低 银行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您看看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或者您对修论其他的房产感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叫我微信 或关注我的微博 联系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